網絡的空間本來就是廣闊的天地 用普通人盡量有機會發表意見 盡量表達意見 這是一個基本的原則 大家也知道在網絡上發生版權的爭議 通常都是牽涉到相當大量的金錢 例如以前Lapster那些錄像片 於是自然就會有很財控世大的媒體公司 進行訴訟 如果沒有什麼金錢上的衝突 沒有什麼金錢上的利益的瓜葛 一般我們見不到在網絡上的表達意見 討論會牽涉到版權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當然就是作為公眾人物 作為政治人物 被人惡搞 似乎大家都會認為是必須付出的代價 自然有不少人會以漫畫 唱歌等等的方式去諷刺你 挖苦你等等 這也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開放的社會 保片的現象 我們現在看到特區政府提出的 又說要不准惡搞別人 又說要以刑事的方式去起訴有關人等 的確確是令人感覺 政府是有意壓縮大家的表達言論 表達意見的空間 為什麼會有這些現象呢 是不是真的要令到香港 恢復到好像現在國內這樣的情況 有網絡警察 有五毫黨 有網絡警察是有事發表這些激進的意見 然後又去拘捕你這樣的情況呢 這些提法的的確確是令到我們要警惕的 我們也希望全體的市民 珍惜我們在網絡上享有的自由 起來抗爭 起來反對 令到政府收回這些惡法的提議